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情况的镜头 大合照竖起大拇指 黄敬亦成立竞选总部 学姐光环请来大咖加持 连高宏安也从新竹北上浮雪 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攻击可以是这么的空间感觉 你就可以想象 他可以这样子来对待 每一个我们的国民 这是一个非常 不能够让大家所接受的事情 帮黄敬亦驻镇高宏安致辞 把炮口对决绿营打压抹黑 但有外患还有内忧 前一天才传出 柯文哲为了保高宏安 可能在北市操作弃皇宝奖 这让两个女人同框多尴尬 太近了啦 活动还是继续进行 大家幸福了 还会再跟珊珊同时 之后可能就看一下行程 因为主要还是在新竹的 也许是怕黄珊珊失足较劲 柯文哲从上午关渡行程 就和黄珊珊连TT 两个人之间的信任 不需要靠同台来证明 然后我觉得也不需要 搞这些分化 谁会搞政治分赞 选民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不用再搞这种 莫名的传言 我觉得他们两个党 不知道在急什么 换来换去 保来保去 终究是一场空 不管对手见缝插针 柯文哲要守住 不能让气宝效应发酵 甚至外溢到小机 现场有不少议员参选人 来蹭曝光 传出民众党内 北市议员选情告急 议员的民调通常落差都非常大 那当然针对特定民调 去做放大解释 或是扩大解释 这都没有必要啦 所以每一天 一步一脚印 继续走下去 还是比较重要的 蓝白河议题谨慎小心 就怕也不小心 让敌人拿走胜利 进行为林嘉倩吴军伟采谋报道